大家好 这一段时间是长枕花开花的季节 如果说大家把握好一些技巧的话 它可以开花非常的多 大家看一下这一棵开的比较少一点 这一棵开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就是这一棵用了小技巧 这一棵还没用 那么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技巧到底怎么操作 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剪一剪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就是长枕花截出来的种子 像这种种子它会消耗很多养分 所以我们如果不需要用种子来防殖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修剪掉 修剪掉一些刚形成的一些种子 那么它就会保存很多养分 留给一些新的花芽 大家看我这棵就是经常给它修剪掉 一些新形成的种子 所以这一棵花量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大家想要自己的长枕花 开花停不下来 越开越多的话 那么就把这些种子全部给它修剪掉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浪费太多的养分 接下来就是给它补肥 那么在长枕花开花期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零酸二青甲 因为只有零甲元素充足了 长枕花才能花芽分化更加的多 我们可以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以后三到五天给它浇灌一次根部 因为只有零甲元素充足了 长枕花的花芽才会分化更加的多 而且开出来的花才会更加的饱满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棵长枕花开花少 这棵长枕花开花多的一些原因 也就是给它剪一剪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